将热开水冲入装入适当茶叶的茶壶中 盖上让茶叶在壶中约45秒 完全舒展开后即可倒出 茶汤呈现金黄偏琥珀色 香气清香扑鼻有回甘滋味 胡龙茶在整个中部或是台湾来讲 有它特殊的代表性 它有退火的程序 然后让整个火退掉以后会回甘 然后茶汤会比较柔顺 然后活运会更为甘甜 原来真空茶不一定是好的 然后的话要喝的时候要先把它戳破 让它有退火的感觉是不是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喝的话会更好 我们常听说北包总难冻顶 那所以冻顶茶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是希望给大家正确的茶观念 然后把这个茶文化推广 源自于南投鹿谷乡的冻顶茶 制作工序繁复 因属高备火茶品需要有退火的过程 香气才能完全释放出来 备火的茶它本身工艺性要求比较高 就是日光尾条要比较重 搅拌的制作也要比较多 所以现在师傅就比较不愿意做这个茶 随着高山茶上市之后 消费者的喜好改变 冻顶茶正面临绿茶化危机 林岁华表示冻顶茶的历史记载已经有100多年 曾经是台湾的骄傲 希望透过讲座让大家更珍惜保留茶的好味道 推广台湾茶文化 新唐人 亚太电视 张金周 方雅贤 台湾江亦 采访报道